陈坚强先下到地里,开始拔了起来,墨水叹了口气,紧接着也下去开始拔,陈旭辉则是咬咬牙走到墨秀身边。 只不过,陈旭辉还没开口,墨秀就抢先说道, 你如果是劝说我的话,那就什么都不要说了,如果不是他们作恶,你的脸能烧成那副样子,还有我爹受的罪,我家的房子,这难道都算了吗? 作恶的人受到该有的惩罚不对吗? 刚才,万凡他们在村支书那里肯跟我们赔一句不是,我也不会如此,他们这种自私的人,永远想到的都只有自己,这道天是你的,是我们辛辛苦苦种下的,不是他们口中的老天给他们留的活路,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错哪儿,这种人不值得同行。 墨秀的话让大家都哑口无言起来,半晌,墨水才有低声说道,如果,如果我们都拔了,他们彻底没了吃的,会不会继续去做坏事啊? 那是他们的事儿了,如果他们做坏事儿,那也不是我们逼的,自然会有法律来制裁。 这轮不到我们来担心。 墨秀说完后,对着三人坚定地说道, 拔。 三人都不再吱声,开始低头拔起水道来,墨秀站在田笼旁,幸亏他还没有开始下鱼苗,不然这又加大工作量了。 不知道拔了多久,墨秀忽然轻声喊道, 听。 三人同时疑惑地直起身子看向墨秀,墨秀却是咬了咬牙,有些恨恨地说道, 给他们留三分之一,足够他们过冬了,就这样吧。 说完后,墨秀一跺脚就自己先走了。 陈续辉动作快,他立刻加快步子,拖着都是泥巴的腿,率先去追赶墨秀。 墨秀也急忙地往田笼上走,陈牵墙紧跟其后, 墨秀,陈续辉追赶上了墨秀,我不想听,墨秀生气地说道, 你别生气了,墨秀,陈续辉继续说道, 我没生气,墨秀声音闷闷的,你明明就在生气。 对,我是在生气,墨秀忽然停下脚步,我生气我自己, 这样的人,我心里讲着他们受到惩罚, 可是我为什么还要心软放过他们? 他们,他们都是活该,就该消失。 墨秀紧接着很烦恼地说道, 墨秀,你太善良了,谢谢你。 陈续辉感激地对墨秀说道, 还有你,他们都对你那样了,你还求情,还替他们道歉, 你到底有没有原则呀? 你觉得你是在以德抱怨吗? 你觉得他们会感动吗? 你觉得他们会把你当亲人看待吗? 你觉得他们会变好吗? 你傻不傻,你真是太圣母了。 这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墨秀心里的烦闷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他噼里啪啦地斥责起来陈续辉, 只是与其说他是在说陈续辉, 不如说他在说自己。 圣母? 陈续辉有些不明所以地问道, 就是同情心泛滥,看到人就同情, 跟我爹那样。 墨秀气呼呼地解释道, 我错了,墨秀,你不要生气了, 我现在,我现在就回去全把了。 陈续辉停下脚步,就要继续回去。 你,算了。 墨秀说完,加快脚步,就往家赶去。 陈续辉紧紧跟在身后, 等到第二天一大早, 几乎全村人都听到了赵俊兰 想破天际的叫骂声。 哪个死了爹娘的夏建华, 竟然做这种缺德事, 谁干的,给我滚出来。 墨秀家除了周水莲在家看孩子, 其余人都赶去了那块水稻边。 这间赵俊兰掐着腰, 站在田笼前, 看着被拔的水稻, 一边骂,一边痛哭着。 这是我做的,怎么了? 陈续辉率先站出来说道, 你,我跟你拼了。 赵俊兰看到陈续辉站出来, 眼睛都红了。 昨天我是说了, 这地里种的东西也给你, 这种的东西不都在这儿吗? 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墨秀这时也慢悠悠地说道, 你,你,你。 赵俊兰指着墨秀, 气得手指打哆嗦。 墨秀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毁人田地, 这就是害人性命啊。 有村民不赞同地说道, 那放火烧房子, 是不是害人性命? 墨秀立刻反驳道, 这,这怎么能是一回事, 你爹他不是没事吗? 又有人说道, 这怎么不是一回事了, 我爹父大命大, 这才只是烧伤住院了, 如果他没跑出来呢,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墨秀毫不客气地说道, 就是, 人家墨秀到最后 一分钱赔偿都没见着吧, 凭什么还要管 放火烧他家的人死活? 终于有村民说了句公道话, 墨秀家都是人心善, 那边那不还给留了些吗? 要换作我呀, 一点都不给留的。 这时有人发现, 这水稻田里的水稻并没有全部拔掉。 就留那么点儿, 能干啥呢? 听到这话的村民不由地往那边一看, 然后看到仅剩下的那些水稻, 窃窃自语。 陈花和陈庆两人都愤怒地想冲过来, 可是赵俊兰却忽然拦住了他们, 他嘴巴动了动, 最后终是叹了口气, 然后脸色苍白地捂着嘴 往自家屋里跑去。 陈花和陈庆则是相继着 跟着一起回屋里去了。 秀,你说他们会起坏心眼报复吗? 墨秀有些担忧地说道, 先观察几天吧, 报复咱们也不怕, 对了爹, 你看看村里谁家有小狗子的话, 就要两个过来, 咱们家也养两只狗子, 看家护院。 墨秀看着赵俊兰的样子, 也吃不准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虽然是不怕他们, 但是做些防范还是好的。 行, 墨水点头应道, 等到几人回到家中没多久, 陈向阳就来了。 墨秀, 陈旭辉的户口我给办好了。 陈向阳说着, 就拿出揣在怀里的一个绿色封皮的本子, 递给了墨秀。 陈旭辉这也算是特殊情况, 所以这不好说歹说, 人家才给通融了一下, 给他独立出一个户口来。 陈向阳随即又解释道, 一般按照情况, 未成年人是不能单独立户的, 但是父母双亡的却是除外。 陈旭辉虽然父亲不在了, 可是还有个不知下落的娘, 所以这也介于办和不办的中间, 陈向阳也是费了一些口舌, 这才给办了下来。 陈旭辉虽然父亲不在了,